嗨 大家好 又是我方巴哈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个作品的支持 看这个白色的玉米哈 这个玉米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 我们叫做白珍珠玉米 这可是水果玉米哦 可不是那种棉玉米哦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脆 非常的甜的哈 今天呢 吃那个粗粮了哈 打算呢 将这个玉米蒸一蒸来吃 除了蒸玉米之外呢 我还打算蒸这个大枝薯哈 这个大枝薯呢 玉米还是非常丰富的哈 然后呢 再以这个用拿入盐过的五花肉哈 跟这个木耳炒一炒 今天呢 就一菜一汤 然后吃点粗粮就可以了哈 好了 马上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来调个灵魂的酱汁哈 来点糖 来点酱油哈 也就不需要了 来少许这个鲍鱼汁 还有一大匙的这个灵魂的花雕酒哈 搅拌均匀之后呢 放置一盘备用 接着烧热一口砂锅哈 然后往里面加一点油 油烧热之后呢 以折折把的方式哈 将这个肉片呢 给煸出油脂 好了 煸干水分煸出油脂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加入这个木耳了哈 翻炒均匀之后呢 我们就加点开水哈 再倒入这个灵魂的酱汁 这颜色有点淡的哈 加点老抽提色 酱汁烧开以后呢 你就盖上盖子哈 然后转成小火 继续煤个8到10分钟 期间呢 三四分钟来搅拌一下 反正粘锅哈 过后呢 大伙收汁呢 就可以出锅了 为这个来之不易的粗粮哈 今天这个菜系呢 也算挺丰富的哈 有这个粗粮 西洋菜汤 还有这个木耳门猪肉哈 好了各位 我不客气了哈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哈 这玉米呢 看着有点像那种糯玉米哈 粘玉米 其实呢 它是水果玉米来的哈 非常的香 非常的甜的 还有那种淡淡的奶油味 非常好吃 至于这个紫薯呢 也不用多说了哈 淀粉非常的丰富 非常甜 非常糯哈 也是非常好吃的 对身体非常的好 所以这两道呢 也不用多说了哈 就是普通的加拿菜 在我们这个炎热天气啊 多喝一些这种西洋菜汤啊 特别的清凉 特别的舒服哈 然后这个肥猪肉呢 就是我的下韭菜了 然后这个肥猪肉呢 就是我的下韭菜了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哈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赞 关注 留言并转发 来 留言并转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